皇帝的女婿媚啥叫驸马 在古代 公主的丈夫都有个别称驸马 其实驸马是一种官职 秦始皇出游 曾设驸马如燕 工作内容就是管理出游的马车 其中包含皇帝的座驾 与其他同行的驸车 这样遭遇暗杀或偷袭 想要找准目标可就不容易了 有一次秦始皇就遭到过大力士的袭击 而大力士的铁锤砸中的是驸车 秦始皇也因此逃过一劫 怎么想杀我的人这么多 这种与皇帝性命攸关的官职 也就被历朝历代传承了下去 简称为了驸马 到了三国 这种职位也就传给了自家女婿 反正过了门也算是自己人了 还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好 也正因如此 皇帝的女婿们也有了驸马这个专称 到了清朝 驸马已经成了有名无实的官媚 被称为俄部 只是这道探门的女婿可不好当 虽然表面上风风光光 费力力 凡事都得听功也归 虽然与公主名义上是夫妻 但没有公主的照性 是不能随便进入公主府上的哟 最后一切都会是不错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